好,接著回到第二節,我們講的是最後一套四天王作品 四天王之手,他可否登榜首呢? 其實我看到這一套,我看到第二集之後 我開始也有各位主持的感覺,覺得他很差 但我細心一想之後,我發覺其實這一個是奮鬥的故事 有光明積極的想法 首先這一套我們要講的就是聖劍士的禁咒 榮翔 名字都比較巧合的 後面有個什麼名字,不過算吧 魔法作品,這裡也有一個,其實這個絕對相印都有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是很喜歡用倒墜法 將最後那場大戰鋪了一部分的東西出來之後 然後就回帶,說回就是初初入學的時候 你明白嗎?這個告訴你,我們這一季動畫會做到哪一個部分 你明白嗎?你明白嗎? 我明白,但這個手法其實是不理想的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你浪費了頭的幾分鐘時間 為了做一個又不是很量例 如果你作畫質素,或者你本身的經費不高的話 你說這套 而你故意再做一場這樣的大戰出來 為了因為你有IS的都頌環勞 起碼第一季去作畫精美 就是那些人都會看到,嘩,好像可以 但你看到這套東西裡面就是 有一個人在空氣裡面在佛抄,然後放大轉 其實它的作用是一樣的 IS那邊就是,嘩,作畫精美,看下去先 這套,嘩,作畫不行的,不要看 這樣而已 我們要用恥笑的心態看也沒問題的 不是,但是很多人,連內地很多官方看過這些清小雪的人都說 嘩,這套這樣的氣氛 很多人說,還有很多人說 為何現在男主角的頭髮是很噁心的 男主角好像是那些古畫仔 是,是蟹禮而已 你幫我兒子,我看中藤光而已 頭前那一隻東西不同色的 就是這些白色的東西 不是,好不好看,見人見字 但是不要看有共識的,大哥 我好看是有共識,難看 不要緊,男主角那些,我都是看女主角的 然後這個故事就說,其實就是這間學校 集合了很多擁有前世記憶 就是喜歡啦 的人,就是你這間學校 那這些有前世記憶的人 就可以去發揮前世記憶裡面的力量 有兩種的,一是白鐵 一是黑魔法 黑魔法就是在那裡掩飾的 只是掩飾幾十樣東西 寫粗口,寫完之後就有魔法出來 好像打電報一樣 這個故事裡面,主角就承繼了 就是兩段的前世記憶 你肯定只有兩段 是啊,這個真是問題 不要亂說,說不定十幾段 所以她前世記憶裡面的她妹妹 亦都在現世裡面出現了 然後就是兄妹戀 錯了,這時候她們不是兄妹戀 所以沒關係,是無權關係的 兩個人是可以一起的 至少她表面上都是這樣 我不管她後面是如何 後面又是兄妹來的 胡憶都有嘴嘴 靜賴就是她另一個前世的對象 當然,我看到一開始 我也有那個感覺 哇,你這是什麼設定 兩集看完之後 我將兩集的故事 我再自己在腦裡都翻轉 我發覺,我會定義 就是男主角 並不是我們典型 在作品裡面看到一些 就是靠附音 靠家世的 她是憑著自己兩世的腦力 她才可以找到兩條女兒回來 就是大家 你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她是一個 奮鬥家來的 你說很專一 一輩子一個 喂,大哥 她數三、四人都有女兒 你還跟她說好笑話 你不是吧 不是,你要明白 如果她有 我不當她有第三個前世 她兩個前世 她可能在她聖劍的前世裡 她已經立志開這個後宮 她開不了 她知道她這一世是不可能的 到她下一世轉世的時候 她只剩下一個 因為這個外座的環境 她知道 她也不可能可以開到後宮 現在都開不了 那 複數以上就是後宮 是的 她懷著兩世的希望 她不停去奮鬥 她沒有放棄過這個目標 她去到第三世的人生 開始有點起色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 她並不是靠婦人 她是經過三世努力 的一個努力家 作為一個男人 如果想開後宮 開到這個程度的話 要三世 甚至乎不知道 你只能夠在後面默默地支持她 是不是 好罵我 大哥 人家二世都 人家三世都 但是她三世都是靠她自己的努力 至少 你確實 不同的是 她什麼都沒有做過 她成計了一個特殊的力量 然後我整堆力量 你對比起其他魔法四天王 另外那三個 你是不是看到 她是經過了努力的 你不可以否定她的努力 是不是 其他人沒有努力過 你是可以完全否定 這個人死好命 但你看到這個人不是死好命的 她是經過了三世的努力 才能夠得到這個成果 老實說 你對比起其他作品 一開始已經四、五條女 她經過了三世的努力 她也只有兩條女 你又知道她是兩條女 這裡說第三世 她說不定後面有四、五、六、七、八、九世 那九世的她是怎樣 你覺得 黑子爺 你要明白 她要這樣累積力量 她要自己是型、英、歲、有能力 還要有性格 什麼都有齊殺 說什麼 這些就是外掛 她要集體外掛 她花了三世的時間 她是真正的 看她突然間 起初跟黑黑的大著奴打 然後打一下 她又說會快速 突然間很奇怪 神通靈 你還要明白一件事 然後就覺醒了 之後他就將對方打成狗 然後對著那些什麼 有十幾個頭的狗頭蛇 被人打成狗 然後當他掉小的時候 又將對方打成狗 總之很簡單的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很簡單的 十三拓那個概念就是 被人打成狗 然後打對方成狗 整個簡單 那我級數有分別 其實我想問 什麼叫有十個頭的狗頭龍 你回去數一下 你回去數一下 他的作畫非常精美 他明明寫不知狗頭龍還是狗頭蛇 但你數一下他十幾個頭 為什麼 其他那些不是蛇 不是蛇頭 不是吧 哇 你講這件事的問題就是 作於這件事 其實整套東西 可能有概念 我覺得 只是單論概念 我覺得不是差的 我先不要說 他是不是真的花三世努力 還是三世努力才可以有兩個後宮 也不要說 為什麼他們對前世的東西 這麼偉心 印象由心 你世界似的東西 你沒得爭 這些東西 最大問題是他表現的方式 我自己是受不了的 不是 我這樣說的 這一套作品裡面 其實他叫做什麼呢 在今季這四套裡面 在表達世界觀 或者表達力量層次方面 他們是全部犯了同一個問題 他不是很嚴謹去建構這件事 但他是想用一些很嚴謹的元素 去表達這個故事 究竟有多麼殘陋 或者有多麼有深度的設計 在裡面 但他自己根本上就沒有想過這件事 本身可能原作沒有這樣的功力 影子就是 製作群根本都不知道 可以怎樣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所在 而你說家裡的伊道 他用的力量就是 分了白鐵和黑魔 其實就是近戰和魔法 這兩種力量 他日日犯了 剛才我一直都有講的問題就是 只是講過名字 你就當我明白了 什麼叫白鐵 人錢 扭武器打人 運來攻擊 踢東西的人 是很有趣的 伊道這些作品 在做的事就是 試圖 他又不想做到那麼血聲 就是這樣 打完 其實你出回異世界 你就會沒事了 那這個車是什麼鬼 他現在這個車是什麼鬼 很怪的 他實戰部隊那堆 第二集出現 他是不是打那條九頭龍 不知道幾十個頭龍 你更加不要講這個實戰部隊 你要怎樣去令到覺得一個角色厲害 你要去找另一個厲害的角色去襯托他 或者去創造一些危機 令到你覺得在這些危機之下 角色都能夠過到關 他就是強了 而這裏 一開始就告訴你 我是一個實戰部隊 我這個部隊的話 我已經不簽列了多少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告訴你 算了 你放棄了 救不了了 這個不知道多少頭龍 我們就解決不了 你這樣說 然後一開始就講到主角 其實可能是有潛質 但無緣無故當他升格了 那我就會覺得一樣 沒錯 你是突然說到主角很厲害 強到的程度去到哪裏 我不知道怎樣比較他 打十個已經不足夠了 那條九頭龍蛇可以一百個 現在熱門不流行 要打一百個才夠 主角就可以做到 一定誤會了 你這些凡夫族只懂什麼 人家前世奧丁 前前世袖師 這些就是他已經收起了九成功力了 真的 你們誤會了 其實他們看錯了 這條不是九頭蛇 是很像九頭蛇的九頭蛇 他們看錯了 放大了 他明明字幕有寫的 不是 放大了 其實那個鏡頭 其實那個體積很高 其實不是的 這是一個百分之一 會出一個畢竟的任務 其實那條是九頭優人 然後最有趣的是什麼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個學長 然後最後那句是什麼 他說 嗯 他說 沒有錯 你做得到 不是 他說 雖然你做得對 但我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斷是沒有了 喂 你這句有沒有問題啊 如果不夠就死了 那個專業被化了 他說 不是 他說 我相信我的判斷沒有對 但你的判斷更對 那怎樣 就是要是夠 要是不夠 那兩個人都對 那就是怎樣 其實我不理會 夠和不夠之間 存在很大的空氣空間 而且你不要作喪到嘔 老實說 如果你不是前世奧丁 再前世奧丁 你不是可以一個打一百過 你神經病死了 是不是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學長 在兜自己說 你兩個前世 我一個前世 我搖底 我應該啊 如果只有一個前世的人 他搖底 這個判斷是沒有錯 但 對不起 你有兩個前世的話 那你的判斷就對了 這個判斷 只是適用於是 因為你是兩個前世 但你講這句話 其實 當然 在故事裏面 現在只是 輕大的時候 他好像是 主角是有兩個前世 他也沒有表明 究竟有兩個前世 但是又給了一個很有型的 古龍什麼鬼 古龍之種 總之 他在因緣際會之下 他成計了兩個 他兩世人都能夠成為英雄 所以他第三世 就成為一個超級殺英雄 他們叫最古老的英靈 英雄王一笨 什麼都懂 白鐵又懂 白鐵又懂 黑歌法又懂 透過心會王一句話 重要的不是數量 是質量 即是十世的前世 十世都是雜船櫥的 屁用嗎 沒有用的 而你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如果你想說英雄 成計的英雄 最簡單的 其實你好像 我們最惠人熟知的 Face Daylight裡面 你用回一些 現實古代的英雄 大家會明白 你沒有認知 有些人想知道的 找回Wiki 你都有一大堆的資料 阿塞王是怎樣的 五成的基本概念 阿力山大是怎樣的 佐藏木小似狼是怎樣的 你要知道 這個是成計了什麼能力 但是你現在是架空了 幾個不知道什麼 總之他是英雄 你不要管 他多威 他是想試圖用類似的東西 但是他架空了 就是什麼呢 他留一個空間給自己 就是他之後告訴你 其實他前世還有一支 超級大絕的魔法 不過他死之前都未出到 因為你成計了這個知識 所以你在這一世裡 你能夠出到這個魔法 這件事其實是自說自說 他在需要的時候 他爆出來 沒錯 你是爭取不贏的 他說他有 他就有 因為這個不是基礎設定於 就是一個現實原本有的 救世主 或者現實原本有的 全奇英雄 所以變成一個奇 情況對於 我想留一條筆 就是說 我前前世的 我前世的 加上有人特殊技能 其實就是這樣出現 你這套東西 其實你應該跟另一套東西比較 非彈之瑪利亞 是啊 都是 大家都是鬥前世 前世是什麼 我今世就有些什麼 但是你前世是真的一個人 你先找一個人出來 你先知道什麼 還有 你信長之槍也是 就算我們上季 信長之槍也是 都是什麼 我承繼了 當年我承繼了信長的恩子 所以我有信長的能力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是屬於現實的英雄 這個非彈之瑪利亞 都是用一些現實之中 著名的一些歷史英雄的角色 去成就 就是說他有些什麼 他的力量 都是建基於 就是說 他究竟 經歷過一些什麼的事跡 而顯化了一些什麼能力 你會是想像到 或者當出現一個新角色 我說 我下一個角色 就是出奧丁 那你知道奧丁是有些什麼能力 大概是一些什麼來的 我是阿典娜 阿典娜會有些什麼來的 射法魔女也好 你知道我是射法 他應該是 不會走出這個框架 他可能會有少少驚喜給你 但是 你現在這裏 就是 不是驚不驚喜的問題 你根本是不會知道 而他也要浪費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浪費 或者救人生 他不浪費這些篇幅 他跟你說 沒有的 我想要 就有了 甚至我覺得夠膽死 就是說 他現在最後見到 白鐵的力量 和黑魔的力量 混合在一起 他就可以用了一個超大的力量 然後又會出現一個 我估計的失衡 就是 主角是很厲害的 全世界很厲害的 但是跟著就告訴你 全世界有很多人很厲害 網球王子 高中生而已 沒什麼 你兩世就說 我七世的 知不知道 那不用打了 不是他計Gray的 又說DGray CGray 都會說 沒有意思的 烈等生就說FG不合格 不是那麼厲害 打到全世界都厲害了 其實應該這麼說 在任何的魔法作品裡 你試圖去分歸的話 你不就有很嚴謹 你想限制這個力量層次 他想限制這個力量層次 一個可能說 如果以典型的 你說愛國類型的奇幻作品來說 限制這個級數的意義是什麼呢 他是不希望人類 應該說一個角色 如果你是一個設定人類 你不應該超越這個界限 他會告訴你人類是有極限的 即是你可以輸出這麼大的量 不代表你輸出之後 那些角色必死這麼大 大家都知道 日系的角色就是 輸出了一些必死的招數 他通常都不會死的 不是會什麼 或者超越極限 只會一憑死的狀態 總之一定不會死 總之不會死 而這個力量層次的定義 其實是告訴你 他告訴你一個角色 他只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而另外的就是靠人類的智慧 去解決或者同伴的協助 即是你可能有一隻人類的 最多可以去到Level 10 但你有精靈的朋友 精靈可以去到Level 20 你們兩個合起來 可能要對付一隻Level 30 你們兩個在兩個合作 無間之間 是不是可以超越了這個等級限制 而這件事就是 不會用超越力量層次的東西 外國在這方面 是很嚴謹做這件事 但日系裡面其實經常犯這個 超越系統的一擊 我知道 超到不超 超到就是 然後說 波斯經常都說 你玩了 我覺得是現時 很多魔法作品裡 經常犯的一個很大的夢病 就是你看到 你根本不代入 主角永遠都說 我有一招不想出的 或者他還有一招隱藏的 前世有一招 再不是就是 你老爸告訴你 其實你未學進這個流派裡 最近 他還有一個最終奧義的 告訴你 然後你就可以超越 至於最終奧義 那個等級是不知怎樣來的 是平定不到等級的 那你之前的等級 什麼A 你魔法先生也是 那時候就說 你是S的 你是一等的魔法先生 經常被人捉 對 你那一等魔法先生經常被人捉 然後還要救些二三線去救你 你搞笑 所以這套作品也是這個 當然 另外就是女角 這一套最有趣的就是 你這套是煩也沒有人 是很難想像 一套廢文的魔法作品 你可以說到那些女人 是完全不立體的 老實說 我對這套東西 除了我對主角這個努力家 予以肯定之外 我是完全覺得 作者在寫這方面 他是一個破壞性的天才 他很平實地寫女角 這就是很悲哀 他拿了三世得來的後宮 是這樣的得數 你真可憐 其實坦白說 還要那三世得來的 這些東西 還有那些廢文橋段 都沒有說 即是說無緣無故吃薯條 又無緣無故把男主角 放在胸口裡 這些就沒有說 但是那個女主角 Satsuki 其實真的煩到沒有人有 你錯了 我看到那些女主角 是煩到這麼可憐 你們沒有看過聖劍舞 那個女主角更煩過這個 十倍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間學校的主子 就說我要培訓救世主 但是大家要留意這個主題 現在出的角色裡面 首先 女主角 告訴你 我不是想成為救世主 我純粹是想見到阿哥 而另外那位女主角 也是一樣 而主角就告訴你 沒有的 我沒有想成為救世主 因為這裡錢多 他為錢 學長還有信 學長是救世主 學長說 我只會打贏我會打贏的東西 在現在出的角色裡面 還有就是他弟弟 他弟弟擺明是欺善婆 完全沒有救世主的格 只有一個惡棍的格 在這套作品現在出的場面 能夠符合救世主這個名的人 是零 而這間學校是培訓救世主的 OK 不是的 他們一直找不到 你可以說 學校一直找不到一個 真正的救世主 唯一這幫垃圾道 看看能不能陪他一個救世主 不關事證明 這間學校的培訓策略 根本上是出錯了 不是的 其實他是這個爵士 這間的培訓 全部都是等他自己 喂 你記得前世沒有 喂 記得沒有 每一天就拍拍你 喂 你記得沒有 喂 你記得沒有 你記得那你就有機會 喂 你是不是做了 原來不是啊 那就算了 你其實是英雄 英雄本身就要救國 你記得前世之後 就會有救國意消出來 不是的 要他記得前世 應該不是就這樣抛他的肩頭 應該要敲他的頭 就是這樣敲他的頭 而另外的就是你這種作品裏面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有整介前世的角色 你會被現世的 原本已經有的記憶 兩邊去混亂 就是產生一個故事出來 現在就是什麼呢 前世的記憶 凌駕於今世的記憶 今世的東西不重要的 告訴你 不是 是前世的技能 可以的了 記憶其實不重要的 不是的 你看到的 就算阿妹的角色也好 他根本上 是 根本上就是前世的角色 前世的靈魂佔據了今世的肉體 根本上今世的靈魂 我覺得是被那個人吃了 真的不是的 你不可能就是 一個人 你原本 你未意識到你的前世之前 他用的邏輯也是 我們前世今生的東西 今生其實是一個新的靈魂 你只是承繼了 你有這個靈魂 喝了萬婆湯 洗腦了 但洗不清 原來因為你是英雄 所以你可以 back out 你可以用back out 那個軟件 back out自己的記憶出來 但你back out出來 就是你原本 你這輩子都有過去的記憶 你不會因為 英雄的記憶是否大些 不是他純粹做錯了 前世的靈魂 蓋上了 recover了 沒有東西的了 recover了 那這個是記憶 喝錯東西 在旁邊 喝那些什麼 不是萬婆湯 什麼酸梅湯 你不是的 我們是看到 最簡單的 你做這種故事 最簡單的是什麼 你今世的 主角有個女兒很喜歡 然後他又受惠於前世紀的困難 你這個就是很高可入的愛情故事 其實是不是硬弄一段 三角戀出來 其實我覺得是很噁心 三角戀 擺明口供 是很噁心的 尤其是 越做就越做到 好像女主角很貼 做到女主角 如果你說前世紀的這麼重要 就是說什麼 沒辦法 我前世是你 再前前世是另一個 沒辦法 今世吃光在我那裡 你們沒辦法 一三五你二四六他 我唯有這樣分給他的 如果再多個 大家再差一點時間 是可以商討的 一個星期七日就很難分 分二零分三都分不分 不過我自己的觀點 我自己 我反而沒有想到這麼深入 我反而就很簡單 一套戰鬥 最簡單是什麼 就是動作 流暢性 那樣東西 嘩 這套東西厲害了 你不看《游泳》 我看完之後 我第一眼就覺得 啊有些 為什麼有一種 這麼特別的記事感 接著經朋友一提 啊是啦 我記得是什麼 跟蹈啊 不是 他沒有跟蹈那種 那麼違反力學的東西 但是他那種 流暢性 那種動作 應該都是類似的 那種是離地在走的 步支 那種非常奇怪的步調 那些叫《月球》 那些叫《月球》 老實說 我不需要想到這麼深入 我來講 我看到 你說前世就是前世 你說你很厲害 那我也算很厲害 但麻煩你這些戰鬥 真的給我 給我一點點力度 真的看到 愛國得精彩才行 不好意思我看戰鬥 你只想起一隻遊戲 Typing of the Dead 你打完編文 那隻怪就會死 就是這樣 而這裏呢 先說回來 這套東西 剛才無懈的問題 是可以用三倍速解決了 那你就覺得 不行的 很順暢 沒用的 你看到竹突錯 掉下來的時候 是飄下來的 大佬奇 你用三倍速解決 他是不是掉下來 其實都因為反力學的 你很明顯 為什麼那些人 上網都看到很多DRIF 那些DRIF 是做什麼 就是做男主角隊大城的音樂 那些彈跳 完全是沒有任何 資歷的情況下 可以彈跳 這些就是跟蹈的神髓 像在曲場上 這些就是跟蹈的神髓 對啦 OK 大神衝去咬你 你可以進去 他那條牆 繼續走 而且還在浮空地走 喂 什麼事啊 發生了 我真的完全覺得 他已經不是前前世了 我想他第三世之前 是可以做一些違反力學 那些飛碟的科學家 不是 那些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我真的理解不了 神通那種走法 都是奇怪的 我原本都覺得 他是純粹是科幻 但當我突然看到 他平時走路的時候 都是浮起的時候 我覺得根本是作話的問題 對啦 是他本身整套事情 就是很不認真 就是不可以說很不認真 我不知道是經費不行 還是他本身做的人員 他的經驗不足 還有整套事情 他本身 就算是一些 很平時 好像一開始 那個女主角 看到狗頭蛇出來的時候 那段情節 整分鐘 都不知道為什麼 拉到這麼長的 是節奏捉得很差 動作也捉得很差 因為動作 如果看回 動作 是完全沒有key film 他所有動作都是 就是把那個人 你普通行的話 你不會有支點 有力點的東西 他全部的key film 是全部拔走 所以才會產生 剛才毛鞋說的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會悶 太空漫步的 他們是會悶悶的 而你看到寫字 其實也是很划算的 你寫字 你寫的時候 他飛的時候 那些字 他根本是在 不如你給他一個屏幕 不要 你給他一個屏幕 你給他一個屏幕 寫我都沒那麼生氣 你給他一個黑板 或者你在魔法書裡面 寫我都沒那麼生氣 他那塊飛來的 我不要問 最重要就是 這個問題就是 正正就是他滾在戰鬥裡面 你就看到 他的角 是不彎曲的 然後他的手 又可以在那裡震 這傢伙不是人類 始終就是 你可以說 你摸一下世界的元素 可以放進去 但我覺得 你放很多問題 你有些東西 做出來的動作 你是要我交到貨 你可以很科話 沒問題 就算你說 在那裡寫字文 我都算是說 你詠唱一種種 我都覺得算了 但你其他那些普通的動作 麻煩你真的濕得正少許 他有唱過的 一套戰鬥動畫 如果他戰鬥不行 那我還有什麼 還可以看呢 我真的在看那些女角 現在這一類型的作品 失衡程度 是去到 想借魔法這個橋段 去做一個展開 然後去賣女 但是 賣女 在現階段 至少去年 去年 2014年 其實都沒有一套成功 他做這一種方式 努等生可以嗎 努等生 努等生就算了吧 你只有一個角色 就沒有了 努等生 努等生是作畫救了他 對比上去年的質素 努等生就算是作畫救了他 而且原本就是 他拆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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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了 他也算是有些解釋 你至少好過這四套 這四套是連解釋都省了 你想知道嗎 你想知道嗎 我不告訴你 即是 連找的方法都沒有 這個 這個不是夠神秘了吧 這套作品 老實說 我也很理解 如果不是 我不是試圖 用那個努力家的角度來講 基本上 他都相信 他一定是 這四套裡面 排第一位 最差的那一套 你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這套 最差的那一套 就是這套 其實就算 不要說整體上 今季 以今季來講 其實這套都可以 接近最差的三套 感覺上 如果是 你要計算故事 計算戰鬥 計算畫面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 現在是什麼 應該是一個輕小說的問題 在四套作品裡面 已經不是很認真去深究這件事 他只是說 最重要 有女兒 你看兩套都是 在適時的時候 就會拿 就要拿 爆衣 那些叫做 爆衣 總之 老實說 你現在看輕小說 你看看這兩套作品 第一本小說裡面 不會過第二張插畫 一定是這個情節 不過 先說回這位 人興 先說回大門外車江 這個作者 其實以前也有寫過一些輕小說 但是 他寫過之前的輕小說 也有一些很喜歡病的情節 即是很喜歡寫 喜歡病 死 這些情節 所以大家留心 可能這套東西也有這樣繼承過 我自己真的很單純 我對於一套 玩魔法戰鬥 我不管 其實魔法也不要緊 因為戰鬥的動畫 你自己的戰鬥很好看 即是那些劇情 全部都一塌糊塗 你最少可以讓我看 喂不是的 你下下浮空 你下下違反 人家力學 你是英雄 大哥 你不可以違反力學 你不能打爆 牛中的臉 大哥 兩樣東西 即是你這些 我覺得 你真是戰鬥得比 我覺得 即是有一些很普通的動作 都已經搞到這樣 其實你很難給我一個好的印象 你這樣說 他叫做什麼 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問題 就是 他認為魔法真的大了 魔法真的不需要解釋 但老實說 魔法要令觀眾覺得吸引 是需要一個設定的解釋 告訴你這個魔法是怎樣的 魔法多有限制 魔法不是大能 即是你不是說一個黑暗物質 或者你是艷麻 或者你前世是什麼 你就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即是這件事是鬼論 即是鬼變 即是那句 即使你不深究這些東西 你都要好看 即是那句 好沒有看這些東西 老實說 即使一些人不懂解釋 怎樣好沒有看 一看上去 多一點點 都是我們經常說的那句 好看是沒有基準的 但不好看是有絕對基準的 戰鬥翻炎就可以了 你做一個戰鬥動畫 是完得起的 好看的 劇情這些不用深究 所以這一套 就看他有多少個前世 我們儘管 我唯一現在留意是這件事 你看完結的時候 那些排位會不會有變 好啦 那我們這套就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